美国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第三天 华兹正式接受提名 同时以自己尝试多年终于生出女儿 命名为希望的经验 强调捍卫自由选择的升职权利 是一旦当选的重要任务 体现今天的大会主题为自由而战 而在华兹压轴登场前 大咖纷纷登台助讲 依照前两天的惯例 总统俱乐部成员现身 78岁的前总统柯林顿一上台 就反击川普对拜登年纪的攻击 前众议院议长裴洛西先向拜登致敬 再抨击川普不认败选侵害民主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瑞斯也补枪 直说川普就像不甘心分手的前男友 但一切都回不去了 美国第一位公开出柜的部长布塔朱吉 则是以自己家庭的实际案例 阐述无论性别性向都能自由组成家庭的重要 知名脱口秀主持人欧普拉也站台 先反击共和党的燕女猫夫人言论 再强化赫华沛快乐战士的形象 大会上还有Stevie Wonder和John Legend 登台现唱助阵 宛如一场大型政治party 也为第四天贺锦丽的正式演说 炒热气氛推高气势 靖新闻 独萌楼高 于家翰报导 立刻下载靖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靖善靖美 靖好新闻